女老师扭动着恶努的身姿走在前面 后面的学生眼神直勾勾盯着 一个情绪激动下 居然把栏杆给摆坏了 女人急忙贴身过去一起帮忙 这扑面而来的荷尔蒙气息 让男孩有点把持不住 好不容易两人终于到图书馆 他就迫不及待拉着老师就进了小隔间 而女人竟然也没有反抗 男孩名叫小帅 是一名高中学生 正处于青春悸动的他 和所有男女一样 都对生物课充满好奇 新学期开学 他们迎来了新的生物老师路西 路西长得非常漂亮 这不禁让下面的学生议论纷纷 但没多久 他们上课不认真听讲的事情 就被路西看到了 放学时候 路西专门把小帅单独留下批评了一顿 还让小帅把上课传的纸条内容念出来 小帅哪里敢念 因为上面的内容 都是他和伙计在探讨新的知识领域 看到小帅羞耻的表情 路西的目的也达到了 最后也没有过多的为难 让小帅整理卫生 但小帅的心思却不简单 没事就喜欢直勾勾盯着路西的脖子发呆 风韵的少妇最容易撩拨男孩的心弦 小帅至此以后 每天都是教室里离开最晚的学生 妥妥地想当生物课代表的驾驶 他常常站在楼下 看着路西工作的方向发呆 路西也被帅男孩看得不好意思 每每四目相对时候 他只觉得心脏蓬蓬乱跳 小帅就像着了魔一样 迷恋路西的一切 私下无人时候 他会偷偷把鼻子凑到老师椅子的位置 只为秀一下路西身上独特的方向 这两天 两人恰巧要一起去图书馆找书 一路上小帅早就被面前的景色 折磨得口干舌燥 终于到了图书馆后 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异常的暧昧 而就在此时 一个男老师突然闯进 可能有点做贼心虚的两人 急忙躲进小壳间 这贴在一起的距离 让小帅忍不住靠近 也就是在这天 两人确定关系 上课时候 他们总喜欢玩一点小情侣间的把戏 在课堂上眉目传情 后来 小帅居然大胆地来到路西家里 路西虽然惊讶 但是没有拒绝 原因就是 她的销售员丈夫法克 经常外出不在家 就算是回到了家 也只是喝闷酒 听音乐 路西多年来饱受寂寞 现在有年轻帅气的小男孩陪伴 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这段时间 小帅经常出入路西家里 就算是遇到了法克 他也不慌 直接说自己是来补习的学生 法克也丝毫不怀疑 毕竟这么小的瓦 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 青青草原盛开一片 法克还浑然不知 甚至关心小帅的学习 经常跟他谈心 这天情人节 法克买了花要送给路西 可刚进门就看到小帅 这尴尬的气氛充斥而来 小帅急忙把手里的花藏在身后 接着就趁法克不注意 就把花放进了花瓶里 才没被怀疑 路西出门不在家 法克好吃好喝地招待小帅 并把自己文艺的理想跟男孩说 可能因为和路西常年感情不合 大叔就把男孩当成了倾诉的对象 可尽管如此 小帅并没有和路西收敛 果然 小伙子就是出生牛犊不怕火 有了路西火热的整日陪伴 他自然也看不上其他同龄人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这段畸形的恋情迟早要出事 这个长得挺正经的老师 却喜欢在课堂上 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情 这操作把面前的学生都看懵了 接着 女老师在笔记本上 写下约会时间和地点 男孩立马心领神会 因为这样的事情 已经持续半学期了 男孩小帅正处于青春时期 对于生物课非常感兴趣 正巧邂逅了不甘寂寞的少府路西 两人一拍即合 经常玩一点这些刺激的小把戏 因为有了路西的陪伴 小帅自然也看不上同班女孩的追求 这天 阿美跟小帅告白后 就惨遭拒绝 国外的告白方式 当真是直接了当 阿美哭唧唧的 衣服都没穿好就跑了 而小帅继续像往常一样 利用补课名义 出入路西家里 甚至不久 还和男主人法克成了好朋友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小帅意外发现 法克其实比路西更加可怜 他们婚姻的悲剧 始作俑者就是路西 多年来的婚内冷暴力 让法克酗酒 并且还不愿意回家 听到这里 小帅心里对路西产生了害怕 他不禁也在想 自己被玩蜜后 会不会是下一个法克 可紧接着下一秒 喝醉的男人又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 他早就知道小帅跟路西的事情 只是一直没有拆穿妻子的秘密 而是选择包容 看到喝醉的法克昏睡在桌子上 小帅忍不住摸了摸这个可怜男人的头 下一秒路西过来了 他温柔地摸着小帅的黄发 但殊不知 小帅此刻的内心 有点想要结束这段不该发生的感情 这天课堂上路西像往常一样 故意解开裙子 让小帅看到 并在纸上写下约会时间地点 小帅立马心领神会 但在此之前 他先去体育馆找一下阿美 带着女孩进了一个木箱子 玩了几把连连看 游戏过后 阿美一脸满足地赞叹小帅技术 毕竟书本上可没教这么多 但小帅脸上没啥开心的表情 这没比较还好 一比较下来 还是路西更胜一筹 可小帅没想到 阿美后来竟然专门去他兼职的电影院找他 当晚 小帅和路西在卫生间不堪的一幕 就被阿美撞到 隔天 他立马找上女孩还想解释 但阿美却觉得恶心透顶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好在阿美也算地道 没有因此嫉妒 而大肆宣扬这件事 可路西这边就不怎么好了 他看到阿美反应时候就知道 小帅现在脚踏两只船 一场报复 就此展开 这个女老师可真大胆 借着前面有讲卓 就为所欲为 可这却惹恼了三好学生小帅 下一名 男孩愤怒把讲卓提翻 好在老师那叫一个演技手快 这才没丢脸在外 而小帅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和老师路西闹掰了 就在前几天 两人还是恩爱的一对 不过这段感情 却被同伴阿美知晓 路西后来也知道 小帅脚踏两只船 这天 他又把小帅单独留下来 并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路西找了个经常矿课的理由 让小帅以后 不能再来上他的课 除此之外 还赏了一个挂科奖链 小帅一听 急忙追上了离开的路西 情绪激动地 拉住女人的衣领 俗话说 玩弄我的感情还能忍 但你怎么能让我挂科呢 小帅奔着玉石俱焚的行思 跟路西大吵一架 太威胁 要是自己挂了 就把矿课时候 再干什么全都说出去 路西没办法 这天 在课堂上主动示好 希望小帅顺着台阶下 可谁知 小帅偏不下 还直接把讲座提翻 好在路西眼疾手快 要不然丢人就丢大方 因为这件课堂闹剧 校长断定 小帅是出于对老师报复 才如此暴力 于是决定 让小帅留级一年 为证明路西撒谎 小帅急忙到路西办公桌上 找出了当时写下的 约会地点的笔记本 希望这样 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谁知 那一夜早就被路西拿走 而且为了防止有漏洞 路西还专门捡去所有夜马 小帅只好又来到法克这边 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但法克却只是喝着水 一句话也不说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这天亲戚找来小帅 遗憾告诉他 小帅的哥哥 不幸在船里遇难 两件事情的冲击 让小帅无从适应 他在电影院 一遍遍看着 哥哥遇难的纪录片 大叔好心劝导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帅只能暂时收拾好心情 参加葬礼 等一切结束后 母亲也注意到 小帅最近挂科的事情 但他没有指责 只是希望小帅 肯跟他敞开心扉 这几天的经历 还有家人的开导 让小帅瞬间长大了不少 毕业典礼当天 他再次出现在路西面前 那双充满报复的眼神 不禁让路西害怕 但小帅只是 简单站了一会儿 和他对视 然后就离开了现场 他来到了当初 和路西感情开始的教室 拿出那些 和路西一起翻阅的书籍 最后带着两箱书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这个学校 算是彻底把自己 跟过去来了一个分割 这部丹麦神剧 总长120多分钟 剧情有意思也下饭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据说小帅是导演的儿子 而路西是导演的第二个老婆 加上这层滤镜 去看这部电影 确实看点满满